我叫王干 今年十二岁了 五岁那年 我失去了爸爸 妈妈得了精神病 刘妈妈知道了我的处境之后 她哭了 她把我送到了救助站 我又能和别的孩子一样 有饭吃 有遗传 有书读 有人接我回家 我叫桓彤 现于吉林市第四中学读高二 在我三岁那年 妈妈被一场大火 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不久之后 爸爸也离开了我 整整十年 杳无音信 是刘妈妈 她给我送来了学费 粮食 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她帮助我 已经整整八年了 我的父母 是残疾人 2007年 我考上了大学 六千八百元的学费 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刘妈妈 是她帮我凑齐了学费 让我能够走进大学的校园 在我大学毕业后 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将我第一个月的工资 一分不差地 捐献给了爱心家园 来救助两个孤儿 这个时候 我和刘妈妈一样 是爱心家园的一名志愿者 亲爱的刘妈妈 我是您的孩子 我爱你 谢谢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头 带给我们的 关于妈妈的一些感动 让我们有请吉林市 爱心家园救助站的站长 刘凤英 刘妈妈 说句心里话 孩子们是我的心头肉 母亲的心都是相痛的 我今年65岁了 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 1985年 当我做完第一次当手术 还不能下床的时候 我的爱人因疑头癌 永远地离开了我 两个年幼的孩子 也许因为我苦过 我就知道穷人的苦 也许我知道我难过 我就知道穷人的难 所以 在党和政治的关怀下 在所有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让我坚持了18年 救助了4000多名贫困孩子 我建立了两个救助站 养了51个像这样的孩子 他们希望有爱 他们希望有家 有妈妈 孩子们 都是我的孩子 为了这些孩子 能够吃饱饭 能够穿得暖一些 能够无忧无虑地上学 说句心里话 我遭受过白眼 我甚至在雨中下过跪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忽悔过 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遗憾过 今年 一生诊断 我去原发信息 要切除我的活生 一天夜里 我声到了王达的电话 他哭着说 奶奶 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把我的肾 给你一个 奶奶 我们需要你啊 这就是我 一个晚期啊 一个患者 活着的价值 活着的动力 我不知道 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我今后的路 还有多远 人哪 你可以没有今天 也可以没有地位 人不可以没有良心 在我最难的时候 我也是得到了 很多人的帮助 我也得到党和政府的 关心和照顾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你们把爱心团结下去 你们去帮助一些 更需要帮助的人 欢迎订阅 千手夕阳 晚来风敲窗 吹起了珠茶的香 我们终老于时光 若不曾留恋在恩与情长 会想着我的青春挑选 回想着我的青春挑逃 梦想着我的梦想着我的青春挑选 而所有向你最深的酒 痛不知就如愁畅 怀而劣情长 是恩赐或不忘 无论我是家事还是 凭生几句家长 我只愿平凡 此事一样 雨光星光一切仰望 我们终老于时光 若不曾留恋在耳语情长 回想着我的青春挑逃 想看作坚决已在孩子身上 爱你经常是恩赐又难忘 无论故乡它想让我 从容拥拥有梦想 爱你经常是恩赐或不忘 无论我是家事还是平生几句家长 我只愿平凡 似水一样 日光星光一切仰望 我只愿平凡 我只愿平凡 似水一样 日光星光一切仰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